片名青天碧莉是什麼意思呢? 青天碧莉是我們中國的成語 就是在一個天氣晴空萬里 天色如然的情況之下 竟然有一個雷打下來 閃電打下來 所以這表示是一個非常意外的事情 因為大家知道其實會打雷 會有閃電都是陰天雨天才會出現的 所以這個片確實 因為我在看之前 我並不曉得這是一個穿越劇 結果我沒想到 前半段明明看也就是一個 有點悲傷的故事 就沒想到那個閃電打下來之後 竟然帶著主角穿越時空 回到40年前的日本社會 那同時我也覺得 其實這幾年來日本很多作品都是 不斷的想要去拍以前的東西 就昭和時代 懷舊的 就是40幾年前 30幾年前 所以之前會有很賣座的永遠的3D木馬 他還拍了1 2 3 拍了3集 所以你可以想像其實 當代的日本觀眾 對於那個年代其實充滿了一個懷念 當然那個懷舊感是一個 在拍攝上面的時候 可以有很多噱頭在的 因為穿越到未來 大家覺得不稀奇嗎 你回到過去 大家有熟悉度 所以穿著衣服 坐著車 馬路 戲院 吃的 他每一個小小的元素跟場景 都能夠讓新一輩 或者是比較資深的一輩的影迷 看到那個東西 你會突然很有感觸你知道嗎 因為現在的人的生活 當然步調很快 所以當你回過頭去看 我們四十幾年前過生活的時候 你會覺得這個電影院 電影院裡面提供出來 那個溫暖的感受 是你在別的東西是看不到的 所以我覺得 這不但是這片的一個賣點 也是這幾年我看到很多日本作品 他們不斷的想要 回到那個時代去做這個東西 我覺得這還蠻 蠻有相同的調性 其實裡面還有 我們的日本搖滾天團 Mr.Trudren來抄刀的主題曲 所以西觀覺覺這次的主題曲 跟我們的就是這本劇本 就是有很match在一起嗎 我相信如果有進戲院看的觀眾 你們會習慣待在後面 把眼池圓表看完嗎 所以Mr.Trudren這首歌 其實是在很後面才出現 就是已經要上眼池圓表的 大概前幾秒的時候 才開始放那首歌 然後那首歌的一些歌詞 確實就是在講那些親子之間的感情 是講得蠻好的 而且他的詞 我記得寫得蠻不錯 因為像眼池圓表的時候 他那個就是大家要靜下來 不要立刻跑掉 他那個字幕會上在左邊 就是你可以慢慢看他寫的那個歌詞 他對於親情的想像 對於他這些人生 無法做到的理想的那些渴望 我覺得在這首歌裡面 都算做得蠻不錯 那包括我們看到的 預告片好了 預告片也會放 預告片應該在後面三分之一 就會把這首歌弄出來 大家知道其實日本的 預告片的做法 他前三分之二是講一些 劇情上的鋪陳 到後三分之一的時候 可能就會有所謂的 預告片指定曲 所以日本的預告幾乎都是這樣做 所以Mr. Trillian這首歌也有在 預告片裡面出現 所以大家可以去看日本的 預告片的減法 跟電影本身的一個節奏的做法 那因為這個片他講的是一個 時代過四十幾年前的東西 所以如果太早把那種歌聲的東西放出來 可能會對整個影片的氣氛 是有點沒有那麼搭 因為其實你知道Mr. Trillian的那個唱腔 就是很現代的東西 所以要把它放在很後面才出現 所以本片裡面大概都是 還是都是以配樂為主 去烘托一個戲劇的氣氛 我知道日片其實近年來 也有很多很精彩的作品出現了 其實他們的類型分割得非常的明確 就是西關姐可以幫我們說一下 就是近年來的日片當中 有沒有你比較印象深刻 或你覺得值得我們國片導演學 先不要說國片導演學習 這樣好像對他們壓力太大了 我覺得因為剛好日本跟台灣 是幾乎在拍片的一個主軸 是完全不同的 日本原則上他們所有主軸 都是根據小說漫畫電視劇改編而來 台灣基本上都是原創的 都是導演自己寫劇本 所以這個主軸是不太相同 所以我覺得大家互相可以研究看看 那日本這一邊 他們在各類型的改編上 是很工整的一個工業 所以這幾年來他們會 我認為台灣接受到喜歡的作品 那當然製作人他之前做的告白一定是一個 告白在台灣賣了數千萬 那當然小說是因為湊佳描寫的那個處女作 也真的是很紅 所以日本很多小說 特別是推理小說改編的作品 可能在台灣受歡迎的程度也蠻高的 所以之前還有賢一番X的現身 那剛好是東野歸舞的作品 那剛好也是東野歸舞很成功的一個小說改編而成的 我認為是蠻不錯的 那所以近年還有幾個小說家的作品都改得蠻不錯的 比如說還有一板姓太郎這些年輕一輩的小說家 所以台灣對於這些日本這些推理小說改編成的電影 接受度我認為比愛情類型的還要來個廣 那日本做一些比較比如說科幻啊或者是災難的 可能台灣對這一套的東西他們比較不喜歡 那日本以前是大概十年前是鬼片很強啊 企業怪的那個類型啊 包括前陣子上映的咒願也是一樣 但是現在這些鬼片 大家覺得日本好像也沒那麼厲害了 大家都會看害國的去了 所以日本在我看起來這幾年在台灣的一個作品上表現比較好的 應該還是這些推理小說改編而成的 或者是走所謂的純愛類型 走親子類型的 純愛就知道什麼在世界中心呼喊愛情啊 然後寵物系的 這個東西算是什麼狗狗貓貓這個 這個日本真的做得還蠻成功 蠻成功的 我們剛才提到親子親情之間的 就之前最有名是送行者 那個真的講親子之間的那些最後的告別等等 所以這個今天我們今天提的這部作品也是一樣 所以它在一個親情的詮釋上是大家都蠻喜歡 因為日本人拍這種東西 它比較低調 它比較沒有那麼灑狗血 所以這個東西的情感 那個含蓄的做法 台灣會喜歡 所以我們在看這個片的時候 你會比較容易把自己過去跟父母之間的那些情感 會投射到大全羊這個角色裡頭 那今天非常感謝西關姐幫我們分享青天霹靂 謝謝西關姐 謝謝主持人 如果我們不保護 在世界上 誰會? 會不會? 會不會? 喔 對